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心里会非常想你 时刻把你放心底 不管什么时候 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查看有关你的一切消息 希望驱散内心的寂寞和思念 女人不善于表达情感 但真正爱上一个男人以后 都会特别真诚 满满都是深情 竟然在女人心底里的思想之情 早已深入骨子里了 但凡有一丁点你的消息 都能让她瞬间使怀 对你有更加强烈的期待 所谓望穿秋水 用于形容女人的相思之苦非常贴切 想你越深 爱你越真 这就是女人对爱的坚真 正如李清照说 莫道不销魂 脸卷西风 人比黄花手 这种因想你而滋生的情愫 让女人彻夜难眠 也就是爱你入骨最好的住戒 因此 女人越想你 越渴望和你见面 一旦和你久别重逢 她必定会有很多欣喜 也会做出很多情不自禁的行为 说到底 女人想你了 见面的时候这些举动会很明显 一 眼睛寒情默默地盯着你 仿佛看不够 女人想你了 她内心见到你的渴望值非常高 时刻都在期待和你见面的情景 如果你出现在她身边了 她肯定会瞬间变得很兴奋 开心地像个孩子 这时 她的眼睛肯定会一直顶着你看 很情默默地 仿佛永远都看不够 女人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爱意 但会通过这种委婉的方式来传达对你的深情 只要你在眼前 她的视线下意识地会跟着你转 尤其是和你见面的那一刻 看着你缓缓走过来 她肯定早就按耐不住了 多半会向你飞奔而来 而且只要你稍微主动一点 她就会表现得比你更加热烈 和你相拥 久久不能松开 事实上 当女人真正爱你的时候 她的眼里已经容不下任何人 所有的情愫都会给你 也许 她在你面前什么话都没有说 但她的眼神已经在向你告白了 远比说我爱你 要更深情和坚定 越想你的女人越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她吃急地望着你 一刻都不想离开 这样的女人对你满眼柔情 所有的情谊都在眼睛里 只要你不辜负她 相信她一辈子都会等着你 期待和你白头到老 男人稍微细心的话 就会发现 见面的时候 女人几乎一直在看着你 已经把你装到心灵里了 不管是跟你说话 还是为你准备饭菜 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看你 悄无声息地向你诉说思念和爱慕之情 二 样子很害羞 但身体悄悄地向你靠近 女人真心爱你 她早已把你当成了此生最重要的男人 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即使你不在她的身边 她也会一直想你 为你守候 等待你的归来 因此 每当见到你的时候 她都会特别激动 那种潜藏在内心的情愫 会瞬间释怀 迫不及待地想和你相拥 虽然女人的样子有些害羞 但她的身边会悄悄地向你靠近 期待和你有更加亲密的举动 表面上看女人没有做出什么亲密的行为 但她的身体一定在不经意间离你很近 一个转身就能撞个满怀 不管女人表面上如何矜持和害羞 但身体却很诚实 早就按耐不住 想和你亲密了 由此可见 真正想你的女人 对于你的到来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很多举动都是情不自禁做出来的 这时但凡你主动一点 她都会迎合你 和你相爱相拥 诉说思念之情 一个温暖的拥抱 可能会让女人倍感愉悦 非常有安全感 无论之前想你多么煎熬 当她感受到爱的质感时 一切都是觉得值得 在你面前 她和你完全没有距离 会给你很多特权 就算你提出过分的要求 她也不会介意 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 真心爱你的女人 见到你的那一刻 早已把自己交付给你 往后余生 只要你用心疼心她 给她想要的幸福 这一辈子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三 会缠着你聊天 总有说不完的话 女人真心爱你 一定渴望 特别渴望 和你分享 不管是情感上的秘密 还是生活上的小事 所以 值得分享的东西 都会告诉你 爱你越深 越有强烈的分享欲 这就是女人真爱你的样子 也因此 当女人和你久别重逢时 她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一股脑地说给你 比如她告诉你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是怎么过的 你不在身边的日子里 她遇到了哪些困难 以及生活中有趣的事情等等 她总有说不完的话 也许在你看来 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但在她看来 这是借分享和你倾诉思念之情 事实上 女人对于深爱着的男人 会抱有特别大的期许 时刻憧憬着和你相依相伴 不过 女人知道现实的压力很大 会理解你的难处 如果知道你很忙 不能经常来陪她 也会表示理解 在没有你陪伴的日子里 她会更加的坚强 虽然内心很寂寞 但一想到会在某天和你见面 也就释然了 会坚定的等你 在此期间 她所经历的事情 都会乐于向你分享 可能会经常给你发个消息 这就是表达想念的方法 如果终于等到和你见面了 她肯定会特别兴奋 然后缠着和你聊天 仿佛对你有说不完的话 心情也会倍感愉悦 这样的女人深深爱着你 把你当成了感情的避风港 在你身边和你说话 就是一种幸福 情感际遇 总结来说 女人想你了 见面的时候 这些举动会很明显 眼睛含情默默地盯着你 仿佛看不够 样子很害羞 但身体悄悄向你靠近 会缠着你 聊天 总有说不完的话 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珍惜 她真心爱你 千万别辜负她 女人和你见面时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动 其实藏着她对你的真心 爱你爱得非常坚定 在她心里 你就是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她想和你踏踏实实的生活 一起平淡相守 男人这一生能够拥有真爱 就不要被外面的情愫乱了心 而是要加倍珍惜 身边爱你的女人 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玩下轮